歡迎來關心這三天的天氣變化 今天開始做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北部跟東部將會轉為 比較溼涼的天氣形態 尤其在大台北山區 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北部地區 容易下有局部大雨 那麼新竹以南是 跟中南部是不受影響的 只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那麼明天開始 北部東部又會略降個1到2度 溫度上面來看 大概是20到22度左右 中南部在明天的下半天 也會開始變冷了 夜間只有17到18度的低溫 那麼周日到週一 是這波冷空氣影響最激烈的時候 北部大概只有16 17度 空曠地區還可以下彈到14度 那麼其他地區大概是19到22度 也請大家要注意保暖了 接著帶你來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的部分 基隆 台北 新北 低溫是20度 高溫是22度 桃園 新竹 苗栗 低溫是20度 高溫是26度 中部的部分 台中彰化南投 低溫是20度 高溫是29度 雲林甲義 低溫是20度 高溫是28度 南部的部分 低溫是21度 高溫是30度 東部的部分可以看到 還是會下雨 那麼低溫是20度 高溫是27度 外島的部分 澎湖 金門 馬祖 低溫是18度 高溫是26度 不下去 高溫是水